历史琴瑕疵 小谈历史风云 朋友们好 我是严寒 1908年11月14日 光绪帝在中南海营台 病死了 中年38岁 一直到100年后的2008年 科学家才搞清楚 他的死因 他是死于 披霜中毒 着实令人神经 长期以来 人们对光绪帝 充满同情和愤恨 为何会如此矛盾呢 同情他 是因为四岁成为傀儡 拥有一腔热血和政治抱负 奈何一直被慈禧压制 无法施展 最终还被慈禧给咬死了 愤恨他 是因为他那软弱可欺的性格 太不争气了 年轻小伙与老太婆的较量 不说把老太婆拿捏死死的吧 至少也不能处于下风 实在不行 就静观其变 好好活着 好好生活 锻炼身体 有个好体格 比老太婆活得久一些 总能做到吧 而后再大作为一番 但事实总让人打跌眼镜 光绪帝这位年轻小伙 在与慈禧老太婆较量中 最终就被老太婆给堵死了 还是老话说的对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慈禧老妖婆 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 便无所顾忌 心生歹念 由此看来 慈禧年轻时 也不简单 不是老人变坏了 其实坏人一直都在 而是变老了 这种结果实在可笑 可气 可悲 更可恨 其实光绪这种性格 和他童年经历有关 从光绪帝老师 翁通和日记中 我们可以看到 光绪虽处高位 却从小被压制 胆子很小 喜怒无常 性格暴躁 遇到不顺心的事 经常打骂 折磨宫女太监 更有甚至有自残行为 这活脱脱就是一个 人格分裂症患者 着此令人恐惧 皇帝的行为如此贵异 脱时让人不急 这一切 皆因为他生活在扭曲畸形的 成长环境里 无法形成完善的人格 实在悲催至极 总之 对于光绪帝 还是同情大于愤恨 毕竟这一切不幸 都是外界赐予他的 他只能接受 别捂他血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下期见